上一次上課主要是針對 我們是產生三個 特別是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這個地方 先下載之後有沒有 你看這邊 我資料先下載之後 然後產生三個欄位 分別是年 跟區 跟路接到 所以我這邊demo一下 按下它之後 我這邊設中斷點一下 斷這樣好了 這個停一下 這邊停一下 OK 那主要的話就是按下它 它會先把舊資料先清空 然後再去那個 開放資料的主機裡面 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主要的話就是用這一段的範例 OK 所以將來呢 你們其實可以拿這一段範例 拿來做其他的用途 也就是資料也許換一下 不一定是台北住宅切斷案件 你可以別的嘛 OK 然後呢 編碼方式理論上大概這個就UTF吧 如果假如是Big 5的話 那就950 改一下 其他應該都OK 理論上應該開放資料 90%以上的資料 爬取應該都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就針對什麼 我們後面要做樞紐分析嘛 所以我需要 插入三個欄 所以底下的話 我是把它分開來 叫做Call插入欄 那應該還有影響吧 我Call插入欄就跳到底下來 那因為我總共需要三個欄 第一欄的話就是什麼 先插入 所以colons 第一點insert 所以先插入欄 有沒有 然後再改名稱 名稱的叫做d1對不對 然後把年放過來 然後把公式放下來 有沒有 然後再來 向下填滿就autofill 自動填滿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插入什麼區 所以底下 因為我要分析 各區的那個比例圖 所以這邊插入 那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你插入欄的話 它會延續前一欄的寬度 所以這個寬度這麼寬 所以假如說你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低欄的話 這個這個城市 這邊有沒有 colons 區點insert 它插入的話有沒有 它的欄有插入 可是它欄寬這麼寬 這麼寬 有沒有 那所以你會發現 我需要再寫一個敘述 跟他講說 我希望把這個欄寬 幫我調整為窄一點 大概10左右 那怎麼調 還記得吧 上禮拜 講到有一個叫colons 哪一欄 居欄對不對 後面有一個叫colons colons 的一個屬性 給他一個數字 就是寬度就10好了 OK 那最佳這一行 欄寬 有沒有 它就瞬間 幫我調整變小了 這個上個禮拜也講到了 OK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一樣在G1的地方放個區這個字 然後並且插入這個什麼呢 它的一個公式 就是把這個公式MID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MID的公式就丟過來了 然後再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以前是點兩下 向下填滿 在VBA程式的話呢 就是AUTOFILL 向下填滿 OK 然後呢 一樣喔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路接道嘛 所以一樣 insert 不過呢這個地方 我insert的話呢 當然喔 我就insert一個h 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insert這個h 它會延續G欄的寬度 所以你會發現 它跟G欄一樣寬 所以理論上 我這個地方就不需要再調整寬 因為我發現這個寬度是我適合的 所以底下 就不需要再做調整寬度的動作了 那我一樣喔 這個地方把它做 這個先助解掉了 OK 一樣呢再插入那個公式 所以加入接道欄位名稱 再加上公式 再向下填滿 OK 不過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喔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 加入公式有沒有 再向下填滿的話 當然執行起來也沒 目前來看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就會有個同學 發現了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呢 將來它在存檔的時候有沒有 因為呢 你裡面放了這麼多公式 所以每個儲存格 就是放了一大堆的公式 會造成檔案膨脹的問題 尤其是如果你假設你丟的公式 越多的話 當然相對你的檔案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然後會造成第一個檔案肥大 第二個執行效率會越來越差 啊怎麼辦 OK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樣子喔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 當然呢 你們用推想應該知道了 是不是說我將來我不要放公式 最好我可以直接放廈門街三個字 因為廈門街這三個字嘛 可是你上面至少不只30 可能快要 應該加起來應該是50到100字吧 我們齁 所以呢相對比較浪費空間 那怎麼可以做到 可以不要丟公式這件事情 而是讓它直接輸入廈門街三個字 那這裡的話 可能你要思考一個問題 那我如果要直接丟廈門街三個字的話 那我就不能夠用這種公式喔 那我就變成說 我處理廈門街這個動作喔 就必須在VBA裡面完成 所以喔 我需要多寫一支VBA的程式 然後把它替換掉 那怎麼改喔 這個地方我可能再說一下 基本上這一段程式嘛 你們在雲端白板上面也可以找得到 就是我另外解決的方案喔 在雲端白板上面喔 的第幾頁各位可以找一下喔 在這邊 這裡 第13頁的地方 OK 就這一段喔 SUB路街道 那這一段程式我先RUN一下 給各位看 你有什麼差別喔 我寫好之後的話 我RUN它一下 我這邊把它停掉 執行結果呢 跟各位喔 有沒有執行完 這個這個程式執行完之後 你們看一下 跟剛剛的那個用公式喔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廈門街裡面呢 也是廈門街 它不是一個公式 那所以相對如果你存檔的話 它就不會因為你是大量的公式 而造成檔案的膨脹 的問題發生喔 可是要怎麼樣可以寫出 像這樣的一個程式喔 首先的話呢 你們可能要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呢 如何把剛剛 我這個再把它執行 這邊 再按一下 讓它再重跑一下 OK 也就是說 讓它看到公式 也就是說呢 要怎麼樣把那個 Excel裡面的這個公式 轉成VBA啦 其實邏輯是一樣的喔 只是說因為VBA裡面的寫法啦 函數啦 其實跟Excel裡面的不一樣 所以你要怎麼知道轉換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首先的話呢 裡面我們用哪些函數 Find函數 所以你要想說 VBA裡面有沒有Find 這類的函數 好像沒有 所以我後來找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函數叫In3 它的這個使用方法 然後呢 另外的話 IfAir 還有Mid啦 至於怎麼寫 我們待會兒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把上個禮拜 的這個部分 先把它開起來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待會兒 我們要做的是 把那個歷年的切到折線圖 還有這個比例圖有沒有 把它變成自動化 那什麼叫自動化 就按一下它 自動化 這個跟這個 然後另外按下這個 自動幫我把這個跟這個 掉出來 那下一次呢 如果你把它刪掉 如果它再產生的話 只要一個按鍵 按下去 自動就可以把圖給畫出來 那也就是說以後很多報表 你甚至可以多個報表 同時呈現出來 多個圖同時呈現出來 那這樣子你來分析 你想要分析的資料就很簡單 一看大家就知道一下 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比如說六都的歷年切到按鍵 幫我把它列取下來 有沒有 馬上可以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那有比較的時候 原來六都裡面哪一個 這個 治安進步的幅度最大 馬上就有答案了 但如果沒有 你變成你要怎麼辦 你要一個個慢慢去弄 OK 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的話 如何把原來的這個輸出公式 改成輸出它應該有的文字 那我用VBA 那第二個就是 那個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自動化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下獨五到你 下獨五到你 立體 記得按摩 五到你 粉紅 還有, 左浮